密使一文谈古论今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头条历史 1946年3月13日 戴笠离开北平 赶赴天津 临行前与他有30多年交情的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成率不重送行 戴笠本不遇他前来 无奈王蒲成执意相送 上飞机前 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一告别 最后紧紧地握住王蒲成的双手 说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 谁也没有想到一语成谶 三天后 这个国民党军统的头号人物 在南京戴山死于坠机 戴笠自语农 1897年出生在浙江省江山 1913年 年仅16岁的戴笠 踏上了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 在十里洋场摸爬滚打了一段时间后 他和上海滩老大杜月笙成了结拜兄弟 并由此结舍了蒋介石 从此平步清云 作为国民党的特务头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戴笠都是蒋介石的心腹 根据美国国防情报局 中国第373号档案的记载 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 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手握纳权的戴笠自然逃脱不了 国民党腐败的风气 他最为人知的爱好就是美色 这一生中玩过数不清的女人 最有名的就是影后蝴蝶 蝴蝶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火遍全国 是当之无愧的电影皇后 戴笠看了他主演的火烧红莲寺等电影后 开始了对其疯狂的追求 他通过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 特务处处长的杨虎认识了蝴蝶 为了讨美人欢心 他在重庆市内一个叫神仙洞的地方 建造了一个豪华的公馆 金屋藏娇 并且花了上万银元 购置大量名贵花木 置于官邸花园内 府内所用的皆是高级家具 极尽奢华 而神仙洞公馆并不是代理唯一的住所 为了方便与情人优惠 也为了避免行踪泄露 他在重庆还拥有增加盐公馆 杨家山公馆 罗家湾公馆 上青寺康庄三号寓所等多处豪宅 真正做到了狡兔三窟 抗战时期 戴利经常利用运送抗战物资的驼峰航线 从外国购买各种舶来品 他的公馆里堆满了大量奢侈品 此外 每个公馆里都有大量佣人 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包括洗澡搓澡 按摩捏脚等等 有了美人豪宅 自然也少不了乡车 戴利名下有多辆从欧美进口的高级豪车 他一生坏事做尽 害怕仇家复仇 所以经常一次性买两辆一模一样的车子 同时开出去 迷惑他人视线 此外 戴利的酒饮很大 一次能喝掉一两瓶白兰蒂或茅台酒 吃饭前必定饮用一杯开胃酒 每次宴请宾客时 戴利总会先打开酒瓶 喝上一大口 以示酒没有问题 但是喝过的酒 他绝对不会再碰 因为害怕有人下毒 作为特务 戴利平时习惯枪不离手 无论是工作 睡觉 吃饭 甚至洗澡 都不会卸下枪具 枪对他来说 不仅是防身工具 还是一种象征身份的奢侈品 他收藏了数十支枪 其中包括美国场馆销声枪 迷你打火机式小手枪 纯金外壳的马牌枪等等 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回到昔日的沦陷区接收 戴利迎来了新一轮的发财机会 当时的沦陷区百姓 将国民党的接收行为形容为 接收 将国民党人的掠夺 称为五子登科 其中五子 指的是房子 票子 车子 女子 金子 根据当时在军统内部工作的审罪回忆 戴利不但负责指挥军统在各地的接收工作 更是亲自上阵 只要他看中什么东西 只要稍微示意一下 就能纳入囊中 汉奸搜刮的各种进口奢侈品 都被他成批拿走 比如上海的接收 就是在戴利的主持下进行的 原先汉奸特务机关的财产全部被划入军统名下 戴利本人也抢占了不少日本人的资产 有些汉奸和战犯为了逃避处罚 争相向他行贿 日本黑龙会头目远腾 把自己在北平的两处房产全部送给戴利 还附送一个陆皮小袋 里面装满了钻石 最大的有五克拉 因为进献有功 远腾得到了天津军统组织的特殊照顾 成功乘轮船回到了日本逃脱了审判 戴利在接收区的贪婪 一度惹恼了蒋介石和宋子文 他不得不将侵吞的财产吐出来一部分 送给蒋介石和宋氏 上行下校 老大如此 军统体系内部自然也是贪腐成风 比如军统广州站站长陈进凡 就撕刻了一枚官房大印到处敲诈 仅从伪政府南海县长李道纯家里 超收的瓷器古董就有整整一卡车 全部由军统人员私分 有一次 戴利在上海杜美路召集军统会议 到会的有五百多人 这些参会的特务们都开着各自的豪车 停满了三四条马路 戴利见此情景生怕树大招风惹人眼红 于是下了一道命令 以后凡是开会 只有负责人的车能停在会场附近 日寇 汉奸 伪政府的财产 本来都是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取来的 接收回来后 本应该用之于民 但是以戴利为首的国民党高层 却借此大肆揽财 造成沦陷去的人民 在抗战胜利后又陷入了新的水深火热之中 物价上涨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沦陷时期 某些民营企业更是迎来了灭顶之灾 军统不懂生产管理 将工厂的财产抢劫一空后 就置之不顾 导致大量工厂停工 工人纷纷下岗浪迹街头 一时间犯罪率激增 在这样的社会乱象下 很多人甚至开始怀念以前的日子 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官员在回忆录中写道 国民党官员在接收区的举止 已经使他们迅速丧失了人们的支持和声望 这一点就连蒋介石本人都不得不承认 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一败涂地的下场 由此可见 戴利领导下的军统权力扩张过快 再加之这些人到处作恶欺压百姓 惹得民怨沸腾 引起了蒋介石的戒备和警惕 为了避免功高震主 蒋介石开始逐渐有意识地采取措施 加以抑制戴利的权力 他首先任命另一个特务唐纵 为军统局帮办 同时撤去戴利的某些兼职 如基司署长等职务 还枪毙了其亲信赵立军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 戴利明显感觉到了蒋介石的猜忌 一度产生飞鸟进梁工藏 叫兔死走狗烹的恐惧 每当看到24史 资质通建等史籍中 历代君王杀戮功臣的故事时 他都会有物伤其类之感 尤其读到武则天手下的特务首脑 周星 莱俊臣等酷吏 为武皇忠诚效力杀戮一己 却最终被杀这一段历史时 更是毛骨悚然之感 他有一次对身边人感叹 我将来不死在共产党手里 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 1946年2月 蒋介石提拔与戴利不合的唐纵 为内政部政务次长 为唐纵出任警察总署署长铺路 这样一来 唐纵的职务就超过了戴利 而蒋介石的真实目的 就是想把由军统控制的警察权 划分出去 削减戴利的权利 然而 就在这个军臣博弈的关键时刻 戴利却意外死于一场坠机事故 1946年3月17日 戴利登上了青岛飞往上海的飞机 飞机上还带着军统华北区区长 马汉三赠送的十项礼物 当天因为天气原因 飞机无法在上海机场降落 只能临时改飞南京 下午1时13分 飞机在南京郊县江宁县板桥镇上空 发生爆炸 一头撞到戴山山腰上 机上所有人都当场殒命 戴利专机坠毁于戴山的紧急电报 第一时间发至重庆军统总部 毛人峰得到消息后 急急忙忙赶到蒋介石官邸 向蒋介石汇报此事 蒋介石看起来异常平静 好像早已预料到了此事 而后他下令 空军想尽一切办法沿途寻找飞机遗骸 不久之后 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仁氏 得到了一个消息 南京江宁县上空 有一架军用飞机坠毁 3月19日上午 李仁氏带着人来到戴山 现场已经被连日暴雨冲得乱七八糟 飞机残骸散落各处 其中夹杂着被烧焦的残枝断体 一经辨认一具尸体上镶嵌了六颗金牙 正是戴笠本人无遗 而马汉三赠送的大量的书画古董 金银财宝 也被飞机爆炸后的大火燃烧殆尽 只剩下一把清朝年间铸造的古剑 此剑上叼着九条金龙 镶满了红蓝宝石和金刚钻 剑身锋利无比 价值连城 这把剑本曾是乾隆的陪葬品 孙殿英到幕后 九龙宝剑辗转落入马汉三手中 马汉三为了掩盖自己私通日寇的罪行 又转手送给了戴笠 如此多的古董珍藏 随着飞机一同在南京郊外 化为瓦砾 令人惋惜不已 戴笠死后 国民党警察总署署长唐纵 临时负责军统工作 他发现戴笠在重庆的多处官邸 壮丽雄伟 豪华至极 又查出了他生前私藏的黄金千余条 每超十余万元 在日记中 唐纵透露了戴笠的生财之道 一 买卖外汇黑市 二 货运局云补 三 抢运物资弥补 四 印制伪钞 此外 当时负责处理后事的国民党官员 还发现戴笠为了定都南京 准备用抢来的财富在红公寺附近 修建一座宏伟气派的军统局大楼 按照这座大楼最初的设计 可以容纳至少3000余人办公和住宿 其中 戴笠本人的办公室位于大楼二楼正中间 四周墙壁及天花板地板都用极厚的钢板打造 窗户是用两层保险玻璃制造 只是工程尚未完工 他就已经命负皇权 如此庞大的遗产 可见军统内部腐败之身 自然让蒋介石气愤不已 甚至破口大骂这个昔日的心腹爱将 然而 在外人看来 蒋介石的愤怒毫无道理 因为抗战期间 蒋送孔臣四大家族 仰仗权势 把持国内交通 银行 医药等各个垄断行业 大发国难财 搜刮的财富 远远超过戴笠 单单是储藏在美国银行的现金 就高达数十亿美元 戴笠意外死亡 也使蒋介石省去了很多麻烦 蒋介石最终还是保全了 这个大特务的死后哀容 1946年6月11日 国民政府发布命令 追认戴笠为陆军中将 树倒侯孙散 戴笠死后 他的家族也逐渐衰落 儿子戴藏仪 原先在国民党军内 挂有少将军衔 任国民党保安厢自卫队主任 他本来想把父亲的遗产 通通偷偷带回家 结果行动泄露 很快遭到军统军南京办事处扣押 等到释放后 戴藏仪才发现戴笠的遗产 已经被军统新继任的领导毛仁凤 捞走大半 剩余的也被国民党高层瓜分干净 1949年5月 解放战争进入尾声 戴藏仪携带妻儿南逃 想乘船去台湾 结果在福建省浦城县水北乡被截获 他身上被搜出美元金条 美式手枪等财物 建国后 戴藏仪在老家保安厢被公审并枪决 曾经不可一世的戴氏家族就此覆灭 戴笠这个人可谓极其复杂 从生到死都笼罩着重重疑云 但是他和他带领下的军统 横征暴敛 贪污受贿 罪行累累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国民党人后来披露的内情来看 戴笠剧敛的财富一部分是为了私人享受 一部分是用来躲避追杀 例如修建碉堡一样的办公室 购置多处房产等等 然而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他千访万访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应了那句多行不义必自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